高雄有民眾控訴 父親節到一間吃到飽餐廳消費 用餐時間90分鐘 但店家送餐速度緩慢 好不容易等到上菜了 份量卻很少 而且一輪點餐就要等20分鐘 業者第一時間出面致歉 同一天也有一名蔡小姐 跟家人到台南的餐廳 發現餐點裡頭 有一隻約5公分長的活蟲影 當下嚇得不敢再吃了 青菜飯肉乾爆香碗的大鍋內 不斷進行翻炒 這家熱炒店主打吃到飽 卻被控訴不僅吃不飽 還吃得滿腔怒火 民眾說父親節和家人 一共10人前去用餐 一人699再加一全服務費 用餐時間90分鐘 不過一次只能點10道菜 下一輪點餐要再等20分鐘 好不容易等到上菜了 但份量卻超少 而且點到第4次 第一輪的菜還沒上期 這有點誇張沒有錯 現實沒辦法 因為那個是熱炒的東西 當事人還說 當時只有一位服務員 指控對方態度不佳很不耐煩 消息一出也有其他顧客跳出來 表示自己也遇到第4狀況 對此業者出面致歉 接火反應 消保管表示 若是雙方未達共事 建議提出申訴 專往台南同樣慶祝父親節 只有民眾餐點被夾料 一直約5公分的活秋印 竟然出現在菜盤內 不停蠕動身軀 民眾飯吃到一半 簡直嚇傻 還滿驚訝的 都不敢吃了 然後有請店員來看 店員也是嚇了一跳 蔡小姐一家三口 8號到餐廳慶祝父親節 點了一份小火鍋 和丈夫已經3歲的兒子共享 卻出現重重危機 儘管他們事後身體無恙 不過心裡人毛毛的 店家強調會主動關心當事人身體狀況 而衛生局也說 必要時會要求性期改善 倘著綜合報導 都會找到一份小火鍋